《伟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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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林永健 我很喜歡電視劇對手中 飾演李唐的演員郭晶飛 晶飛啊 你的表演與角色融為一體 精準地拿捏住了角色的氣質 而這一切的一切 正是源於你 一步一個腳印 穩扎穩打 慢慢地沉澱和積累得來的 晶飛 非常高興你的演技得到了認可 在這兒 恭喜你哦 大家好 我是王武福 不知道 這位演員啊 他 我就想說 這位演員不知道他怎麼做的 啊 演一個角色 就能讓觀眾記住一個角色 雲和威 你好 如果沒有你一直以來對表演的敬畏 和對專業度的堅持 相信 《覺醒年代》 《覺醒年代》中 陳獨秀這個角色 無法演繹的 這麼動人 在這之前呢 你已經出演了六十多部電視劇 正是 正是 多年的沉澱 讓我們 看到了 《覺醒年代》中 你的後繼勃發 祝賀 祝賀你 與何為 大家好 我是唐國強 在電視劇《山海情》裡 黃軒 把一個普通人 演得不普通 隱藏了平時內斂優雅的氣質 把一個實在質樸的西北年輕人 演得活靈活現 生動展現了一個 一心為民的 扶貧幹部形象 讓歷史 鳴記住了 馬德福這一代 為脫貧攻堅工作 奉獻青春的黨員幹部 厚生可畏 祝賀你 馬德福這個角色 會載著你 馬到成功 祝賀 大家好 我是劉靖 謝謝 我很榮幸能夠推薦這位演員 在電視劇《跨過鴨綠江》裡 我很欣賞他的表演 他所扮演的彭德懷元帥 令我嘆腐 他就是丁永淡 這部電視劇 在抗美元朝題材上 是一次重大的突破 我也感同身受地知道 如果想演好一位 廣為人知 而且被多次反覆 詮釋的歷史人物 可以說是難上加難 永淡我說得對吧 你做到了 你演出了彭大將軍的真性情 你不僅是在用心演戲 而且是在用靈魂詮釋 塑造你的角色 我要為你點贊 喝彩鼓掌 大家好 我是演員王磊 很榮幸能夠跟各位老師 再次回到金營獎的舞台上 推薦我們最棒的男演員 雷佳音 佳音是我多年的好朋友 雖然他平時生活在上海 我在北京 但是我們經常會 因為各自的作品和角色 互相鼓勵 互相交流 我記得有一次在北京 我忘了是佳音是做宣傳還是拍戲 然後晚上我們一起吃飯 剛好那天是小萌過生日 你搶的單 所以說佳音 今天如果你要是獲得這個獎 我請你吃大餐 你要沒獲這個獎 我永遠請你吃大餐 我好兄弟佳音啊 在電視劇人世間中 非常成功地塑造了周炳坤這個形象 真的非常棒 你將自己身上的喜感 煙火器 與周炳坤這個人物的 憨厚 朴實勁 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佳音加油我為你驕傲 吃大餐的時候我們可以做陪嗎 都去都去 都去啊 是不是先開獎再約飯呢 接下來緊張的時刻 究竟誰能獲得 這座沉甸甸的精英獎盃呢 我們有請唐國強老師為我們宣讀結果 獲得第31屆中國電視精英獎 最佳男主角的是 是 對了 雷佳音 我請你吃大餐 祝賀雷佳音 雷佳音獲得了第31屆中國電視精英獎 最佳男主角 我們王樂在 王樂在 整個劇組都在為雷佳音開心 這是今天 電視劇人世間拿到的 又一個重要的榮譽 現在請雷佳音上台領獎 雷佳音也和 台上的優秀的演員們 我們精英獎的前輩們 鞠躬感謝 謝謝大家的推薦 也感謝我們的五位推薦人 下面有請我們的頒獎領導 湖南省委常委 省委宣傳部部長楊浩東 湖南省委常委 湖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長張盈春 為雷佳音頒獎 請雷佳音發表感言 首先感謝全國觀眾 對我們人世間的喜愛 然後感謝組委會把這個榮譽給我 這個榮譽對我來說真的很重要 這個屢一屢啊 因為那個以前準備得獎感言都沒說出來過 所以這回就準備了一半 比較草率 首先 能跟各位男演員一起提名 我很榮幸 大家都知道 郭京菲是我生活中最好的朋友 如果今天他上來 我在下邊 我們也會彼此祝福對方愛你 然後要感謝何偉哥 因為當時我接這個戲的時候 何偉哥給我打電話說 佳音 你傻嗎 這個戲你必須接 必須演 聽明白沒弟弟 我說明白了 所以 謝謝你哥 還有軒兒跟爸爸 也是我生活中很敬重的演員 這個獎 太丟人了 是直播啊 太丟人了 這個獎 我先拿走了 多擔待 然後 從頭感謝吧 我要感謝 這個約翁集團的程烏總 跟馬豪女士 我們心力集團的曹華毅先生 跟余婉琴女士 能相信我讓我來演這個角色 然後感謝 李璐導演 為了這個戲 瘦了四十斤 他的努力變而喻 然後 最重要的是 感謝我家裡邊的 爸爸媽媽 媳婦 大哥大姐 姐夫 嫂子們 真的 這個獎 是我們老周家的 也是光子片的 然後最後一句就是 我也演了十七年電視劇了 然後 拿到這個榮譽 還是在我戲裡戲外的親朋好友的見證下 我沒有白來一趟人士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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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